接下來介紹鍾馨穎 嗨瓜哥 嗨Sandra 大家好 現在直播化妝品流量天后了 對啊 聽說那天 創下一個很厲害的紀錄耶 我覺得流量就是業績 所以我曾經在一個小時500萬 哇 妳從那個 從一個小時500萬的業績 奠定了我在直播界的位置 哇 對 我是在直播界的小瓜哥 沒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小瓜姐 小瓜姐 歡迎鍾馨 謝謝 謝謝 我想要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讀心術 讀心術對活錯 答對了 讀心術 來 兩千塊 妳不用讀心術 也知道妳先生在想什麼 對 我覺得我還滿會 摸一些男人的毛的 妳不是讀他 妳是控制他 講這樣也是對啦 沒有啦 她懂得讀心 才能掌握更多的流量力嘛 對 就是這個 妳也知道觀眾想要看什麼 觀眾才會認定 我也是消費者嘛 對 沒有 信儀 對 我已經 掛掉了 她挺緊 我已經那個 挺緊了 呃 呃 呃 長生不老好了 不要死 長生不老 長生不老 對活動 不死直生 不死 可是這種 先加兩千吧 對 因為我覺得 可是我們劇常常演到 到最後他會很孤獨 對 他的朋友都走光一直接觸的 就像那個鬼怪啊 是 鬼怪不是很痛苦嗎 鬼怪他就是一直活著 就是活著 活著幾千年這樣 我覺得我這個靈感來自於 我最近跟很多的老一輩的人講 他們賺得了很多很多錢 這個 他們的錢可能是三輩子都花不完 但他們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們現在想要就是多活個三年 看著他的孫子孫女 是錢買不到的 對 超能力就是用來賺錢 想跟錢有關的就會中 對 所以我不要 我不要做什麼事情 錢就會掉下來 是什麼東西啊 是什麼能力 四 下錢 變錢 我可以變出錢來 這叫什麼數啊 點十成金數 對 好啊 好啊 點... 是你答的嗎 好啊 變錢 戀金數 戀金數對或錯 答錯了 沒有耶 戀金數它本來就是用正常K啊 對啊 反而你整個人變成金 我還要幫你扛去賣 對啦 可以變現鈔的那種 好 欣宜 以類喔 最明顯的就是 有人站在你的肩頸 你是鬼片喔 還好重喔 下來...就是那個肩頸酸痛 肩頸酸痛 這個時候太多片看多了 什麼 你們看什麼有一個人坐在這裡 對啊 好重喔 肩頸酸痛 對或錯 來 恭喜 增加2千 有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 那個 皮蛇 有蛇在裡面 你整個都在裡面 死亡 直接死掉 我懂他的意思 就是過勞的話 你抵抗力會差嘛 對 抵抖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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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種過濾性的那種 抵抖嘴巴 我曾經就這樣 你應該講說抵抗力變差了 抵抗力變差 對或錯 恭喜 恭喜 壓力很大 鬼剃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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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有壓力大 很常出現 你懂得還滿多的嘛 壓力很大 我們這個壓力很大 每天都跟流量在不停 你看過誰鬼剃頭 我本身就有鬼剃頭 我也剃過 那多久才會好 因為一塊像硬幣這樣 對 像硬幣 聽說如果長到第二個鬼剃頭 一定要去打針 你剃幾個 我剃一個 我超怕第二個的 我剃到兩個 真的 你為什麼會這樣 我去演一個自閉症 然後壓力太大 不是啦 不是被這樣母娘嗎 鬼剃頭 鬼剃頭 最後錯 恭喜2千 恭喜2千 1萬 鬼剃頭還要... 過完喔 鬼剃頭還要從那裡打針 對 要打針 才會好 從頭皮到頭皮 我想到一個 你剃頭 完全沒有性慾 我太累了 是警示嗎 就是男生可能 沒有辦法肩挺 女生可能沒有... 這體喔 就真的就是沒有... 激起不起來 我就是... 我沒有激情 妳講這個 我一定會給妳錯 沒有 先看醫生 醫生 對吧 應該是吧 對 醫生 來 請 請先加2千 好的 瓜哥 我來解釋一下 好 你解釋 以前我們常常打麻將 熬了三天三夜 唯一會硬的就那個 好壞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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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啊 妳問醫師 其實妳講的沒有錯 對啊 當妳沒有休息的時候 腦部關掉的時候 身體會有該有的反應 對 那當時妳已經很累的時候 腦袋已經不靈光的時候 她抑制不住的時候 妳身體就會 對 我這樣妳又不相信 我沒有心慾 手會抖 激起不了火花 還有什麼 我也會痛 那個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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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怎麼樣 打差了 打差了 怎麼會打不出來 手機過熱會導致電池 永久性的傷害 請問 下鍊哪個方式 可以正確地幫助手機降溫 A 放入冰箱 B 拿掉手機殼 請作答 有幾秒可以想 請作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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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選A嗎 我也寫A 我們兩個 因為我覺得A這樣比較快 我告訴你 贏定了 為什麼 我告訴你 因為它真的太熱了 我好像曾經有放進冰箱 然後真的降溫了 對 不是 它就這樣比較快 不是嗎 拿掉手機殼還是熱的 嗯 嗯 這兩次也有道理 不是 拿掉手機殼叫做 脫褲子放屁的概念嗎 關鍵是它說 正確地幫助 正 所以 放冰箱可能是不正確的 我們怎麼會 手不要 我過去沒有 真的放冰箱 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 拿掉手機殼 有什麼方式呢 取下手機殼 或是趕快開啟省電模式 都可以趕快幫助手機降熱 散熱 真的沒有辦法冰到冰箱啦 你想說冰箱裡面 有可能會有什麼 水分 然後它可能跟 讓那個你手機裡面 水分凝結成冰 那這樣子手機也不會壞掉的 不要 情侶交往久了 容易相看兩眼 研究發現 常做什麼事 可以讓你的另一半變好看 A 稱讚對方好看 B 幫對方拍照 請做答 甜言蜜語還是需要的 真的 想要是誇出來的 正確答案是 A 稱讚對方好看 心理學裡面來說呢 你常稱讚對方好看 這有一個讚美效應 你稱讚它 它就會有自信 而有自信的人呢 是美的是好看的 日本正流行的滑溜溜起床法 是指用什麼方式起床 讓你能夠神清氣爽 A 先在棉被裡脫光光 B 用最少的力氣下床 請做答 請做答 可以做答了 滑溜溜 就是希望你沒有負擔 在你的床上 就是脫光光做下床 用最少力氣下床 你知道年紀大了之後 起來是要兩段式的 對 不然容易就暈倒了 太緊張了 對 對 而且這是日本流行的 日本喜歡脫光光 像你叫溜溜溜 不是滑溜溜 對 我是這個邏輯 你呢 脫光比較滑 正確答案是 B 用最少的力氣下床 我突然覺得雪黑很瞎 我不知道在瞎什麼 我們常常聽老人家說 起床要有精神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 看到一些日本人 會 很有精神的起來 可是這樣其實是很費力的 那年輕人現在流行走 用最少力氣 然後慢慢起床 懶懶散散 不要花太多力氣 反而慢慢讓你的身體醒來 那真的醒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省清氣爽 來 兩位 走快一點 我不想走 我的腦袋裝了什麼 好熟悉的場景 在古代的人物畫像中 可以看到他們留著超長指甲 請問在古代流長指甲的原因 是什麼呢 A 受攻擊時能夠反擊 B 炫富 請作答 請作答 好 為什麼那麼久才選A 我一直在想 留長指甲 很多人會戴尾戒 要防小人 所以在古時候 應該就是很常 刺人家吧 防那個小人 所以一直打指甲戰就對了 打指甲戰 正確答案是 B 炫富 這是一個炫富的手段 因為呢 如果你是文人 或是你是地方的士生 你不用下農 你不用做苦力啊 所以我就可以把指甲留得很強 讓大家看到 我不用做苦力 就是一種炫富的表現 對啊 我怎麼會 試人家呢 來 請坐那邊 請坐那邊 好 來 好